几天前结束的女篮U17世青赛的比赛中,最后一场争夺第11的排位赛上,中国队以88比66战胜新西兰,获得赛事第11名。 中国U17女篮在本届世青赛小组赛、淘泰赛以及台卫赛中,先后赋于意大利、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。 在小组赛首战击败了玛丽,台卫赛击败了安哥拉和新西兰,此前中国U17女篮参加世青赛的最差战绩就是第11名。 本次比赛追凭了历史最差战绩,虽然球队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,尤其在争夺进入八强的比赛,中期13比82负于亚洲老对手日本,但有两名球员的表现还是非常付出的。 他们是来自清华附中的中锋、刘宇童和北京首钢青年队的郑明,16岁的郑明升高170厘米,四级双门尾,从2015年开始,就是各级女篮国上国卿的常客。 本次U17是青赛接木战和买礼的比赛,郑明打出12分7篮板去助攻的全面数据,和意大利的比赛证明拿到中国全场最高的16分。 赴于日本的比赛,排一人狂卡28分五篮板,排位赛和安格拉,新西兰的比赛分别拿下中国最高的16分和18分。 本次赛是7场比赛,证明场均14.1分,占到全队得分的20%,其中4场比赛拿到全队的最高分,证明球风硬朗,能突能投能控。 风格让人想起了曾经的女篮名复立新。 由于北界市青赛的突出表现,郑明和刘宇童,马卓,黄昏,杨淑,余等几名队友不选入U18女篮,被占今年的U18女篮加青赛。 相比于女篮内线人员不断涌现的新秀,后来出身的郑明的成长更值得关注和期待。 好 是